Kidman想买中国电力2380 他问是否可以持有 今早内地电力股也继续强势 其实电力股如果以这为例 两个月就已经由过百 就变了四元 差不多等于超过一倍的升幅 第二 这只股三天就已经由三个二 就变了差不多四个二 也有三分一左右,有三成的升幅 其实短线去买 未有货变有货,我觉得不宜的 不建议的 有货当然继续继续,恭喜 正如阳速、放大成交上升 就稳定的 直到股份出现一个明显的 假设今天充高是回落出阴烛的 那你开始分阶段去买 不一定要清晰的 因为一来现在是绝无紧有的一个强势的板块 你知道很多其他车的都立了 体育用品都立了 只得你的电是这么强的 那你要好好珍惜 那我一下子清晰 第二就是说 如果真的回头就分处走 如果还没买 其实市场本身就不太厉害 所以你又不需要担心市场 市场这么差的时候 就会估计不回 好像九月中那样 其实他都试过 大概三个半座一回 分到三元的 那这些是否机会 所以我觉得 后市可以留意 大概三个八座 也会有支持 如果没买的朋友 就不如等多药物 省下四毫 才买 到时房层性会较好一点 请按这个按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按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